坐在轮椅上女子满脸虚弱 13号中午由救护人员陪同进入电梯内 救护人员还在电梯里倾听女子叙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而大楼外救护车待命 救护人员再协助女子上救护车到医院挂急诊 新丰冰店食物中毒事件爆发 女子自爆12号接近晚上去吃新丰冰店 醒来冲厕所 整个房间地板床上厕所全是呕吐物和排泄物 事后再po文指控高雄市卫生局 打来要求关于新丰冰店吃了后身体状况进行撤文 他已经很密集的打来了 然后我已经知道关心了 OK了我想休息了 我已经签掉我想休息了 他一股没有花大一点 然后他一直要求撤文 我就觉得说这样的关心就是 变得快关了 不止控诉po出了来自高雄市卫生局的通话记录 19号上午打了电话下午也打电话 女子po文表示对方要求删文直觉太官僚 卫生局这么回应 目前冰店事件累积受害人数44人 po文女子不满明明前往冰店消费事后 自行挂急诊叙述症状似乎仍然不被卫生局认定 决定先调阅就医的监视器 继续搜集证据设法求偿 三连新闻抽上杨红绿本高雄报道